我們請第14組林穎夢議員 林亮君議員 黃玉芬議員 時間18分鐘 現在請開始 好 柯市長 你過去在提及我們施政的時候 常常提及一句話 專業問題 專業解決 對不對 柯市長依然這樣認為 好 那柯市長 你知道我們台北市政府 事實上包含我們文子審議 我們公民參與 我們的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 都有非常多的外部委員 那我們請這些外部委員來 是不是要信任府外委員的專業 他是信任他的能力 但是也不見他百分之百聽他的 我不曉得你現在問什麼 對 不是要百分之百聽他的 但是彼此之間要互相用這個數據 互相用客觀事實 互相用具體的評估來說服對方 如果立場不一致的時候 對不對 這沒問題 沒問題嘛 好 那請問柯市長你知道 就在我們9月5號 一個禮拜前的這個我們台北市的 都市計畫委員會做審議的時候 我們刪除了目前北投士林科技園區 都市計畫裡面有一個文字 叫做設計櫻桃梁地區山川景觀資源 建築物高度以不遮蔽遠處山景為原則 這個條款 我跟柯市長描述一下當時的狀況 當時包含這個現場的這個曾光中委員 紅敵光委員 這個副市長你先不要急 那都表示我們這個條款 是非常具有進步性有智慧的文字 但是這些文字在經過9月5號的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之後 被刪除了 為什麼呢 這個事情呢 在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的時候 有引起蠻多的討論 包含我剛才講的這個曾光中委員 紅敵光委員 都有說這個原則應該可以留著 未來如果有任何至愛難嫌的地方 我們可以再做個案的主理 不過我們的產發局長林局長 還有我們的彭政成副市長 作為會議主席 最後是直接才是刪掉這些文字 那刪掉這些文字呢 現場我們看不到任何具體的評估報告 看不到說這些文字 到底對於我們北市科的設計和開發 有什麼具體的影響 沒有客觀事實 沒有評估報告 我們就把它刪掉了 那請問科市長 你覺得這樣子有尊重專業嗎 這樣子有專業問題專業解決嗎 建築我不是專家 不過那個不遮蔽山景 我聽起來就很奇怪 這條怎麼亮話 不遮蔽山景 如果很奇怪的話 一開始我們都市計畫 為什麼要放進這個文字 一開始放進去 也是我們北市府放進去的 所以湊的趕快改 所以柯市長覺得這是錯了 就算我們現場有曾光松委員 跟宏迪光委員 都認為這是對於周邊的生態 非常重要 而且有智慧 進步性的原則 柯市長你認為這是錯的 不是 我跟你講 這建築我是外行 我又不敢跟你變 你要講醫學我就跟你變 但是我不曉得 當時定這一條 一定有它的時代背景 現在拿掉一定有它的理由 有它理由 但是我們現場看不到 我們現場看不到 任何具體客觀事實 我們看不到評估報告 所以副市長 先稍等一下 我在這邊 希望我們市長 可以作為台北市政府 因為這個刪掉之後 事實上非常多 市林北投的在地居民 認為我們台北市政府 是只顧開發 不顧生態的市政府 柯市長 你可以同意這樣子的說法嗎 我們台北市政府 是只顧開發 不顧生態的市政府嗎 我們一定會在開發 跟生態求一個平衡 但是我老實講 這條什麼意思 不遮蔽三井 那這條怎麼亮話 聽起來怪怪的 那是不是應該 有具體的評估報告 是不是應該有具體 到底會影響到哪些 都市計畫招商上面困難 這些我們都看不到 我們在當天的委員會議 看不到 我跟黃議員報告一下 副市長 等一下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我有具體的訴求 好 副市長是不是可以承諾 我們可不可以提供 完整的評估報告 並且用示意圖 模擬圖的形式 呈現未來 到底我們北市科裡面 哪些區域 可能會影響到山林市 這個都市計畫 並不要去評估說 我這個都市設計的原則裡面 當天我也沒有把全部刪掉 就是說 我知道副市長有保留風向 不過我們現在先一個個來 不好意思 因為我真的時間有限 柯市長 第一個你可以承諾嗎 我們可不可以提供相關的 說法 論述 讓我們市林北投在地居民了解 我們市政府到底有什麼考量 都是數據都是委員 我也問各個委員 這樣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這是原則性的問題 並不是說 好所以副市長覺得 並不是強行通過 不是強行才是 對啦 不是強行才是啦 我是有問各個委員說 好因為現場會有錄影錄音 我們可以再做審視 那再來市長 你願不願意承諾 未來北市科進行審議的時候 會考量地區的山磚景觀資源 地區的風向 視覺穿透性 鳥類飛行路徑 還有關渡平原周遭的生態環境原則 這個原則我們台北市政府可不可以掌握 這個是由都市設計委員會 沒有沒有副市長 剛剛市長都講話了 我們讓市長講話好不好 沒有啊跟你講 是這樣 其實都委會還是一個相當獨立的機構 所以我們不能再用行政權 直接去干擾他說 你要做什麼裁決 不過這樣啦 保護生態還是我們比較傾向 我們不是那種完全開發派 所以一般是 這些是沒問題 只是我對這個領域我不熟 所以我不敢再隨便 對但是市長剛剛認同要保護生態嘛 好 那再來 是希望我們市長這裡也可以做出一個具體的承諾 我們台北市府審議時候 不管是哪一個委員會 應該要尊重我們外部委員的專業意見好不好 會啦這沒問題啦 不然就不要請他 那再來齁 我只剩下最後一點時間 我只是想要就叫我們市長一件事情 市長昨天也有聽我們陳慈惠議員講齁 我們社子島的這個 拆遷安置的說明會 事實上現場並沒有達到政策溝通的效果 那現在許多在地居民是擔心 現在在地居民遇到的狀況是他們現在住得好好的 生活環境也許不夠好 但是住得好好的 他們如果未來市政府一旦強行開發之後 他們必須要負債可能將近千萬 才有辦法去住進專案住宅 所以我在這邊具體要求齁 第一個我們在地居民未來無法支付專案住宅貸款 千萬的高的負擔 市政府應該積極回應居民訴求尋求共識 第二個市政府應該持續跟當地居民溝通 並承諾在未達到共識之前 不會貿然進行全區區段徵收 拆除民房等等做 我們市長可不可以承諾 可以 市長可以講一下話嗎 我時間不夠不好意思 社子島我覺得是這樣 市長你就告訴我可不可以承諾就好 我真的沒有時間了 沒有這個我都有說文字 未達到共識前 我跟你講 你要100%我現在告訴你不可能 好但是我們剛才李德權我們負密說可以嗎 沒有我們有一個過程 就是我們會尊重地方民眾的意見 那我們有一個你不願意想要 會不會強拆民房 會不會強拆民房 不是我們是以多數決定來做判斷 所以如果現場有人不願意的話 還是會執行就對了 你納入區段徵收我們尊重 那就不納入 你納入一般以上要納入區段徵收 那我們少數服從多數 好那會不會強拆民房嗎 市長 我跟你講這還是一樣 市長你告訴我會或不會就好了 我跟你講我現在直接告訴你 如果政治要100%的才可以做 那真的不要做了 市長就收起來 好我們知道市長的意思 好時間暫停謝謝 市長好 這邊其實我想要跟市長討論一個關於 整個市政的戰略大方向的一個問題 就是想請問一下市長 你對於這個隱私權的保障 你是否認同 不管是在市政方面 或是在法律層面上面 隱私權的保障 這不是價值啊 這沒什麼問題 只是保障到什麼程度 要討論 好那我想在我認為 在市政的推動上面 對於隱私權的保障 我認為要有兩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就是要保障民眾 他可以選擇自己的資訊 是不是要交出他的個資的這個自由權 第二個是保障呢 這個他交出他個資以後 他被蒐集的安全性 所以在這個兩個原則方向上面 市長你認不認同 我想各司法 應該我們一定 國家一定有法令 我們一定不會去侵犯法令 這是一定的 如果是要比法令更多 那就講是哪些東西要認同 所以市長是認同 法律怎麼規定 你就怎麼遵守 依法行政沒錯吧 好那我想要特別跟市長討論一下 因為其實在智慧城市的這個層面 其實世界各國都有很多在討論 那我們台北市政府對於智慧城市 也有很多的這個推動 那蠻努力的我都有看到 但是其實跟市長提供一個方向 就是說最近長年以來這幾年來 其實智慧城市的探討 有蠻多的層面在討論隱私權的部分 那其實最極端的例子就是 我們都知道說中國他使用了 蠻大層面的行動支付 那但是他現在要把他行動支付跟 這個信用評分的系統 來透過大數據和人工智慧來掛鉤 把人的消費行為全部都結合信用機制來評分 所以這常常被世界各國的論壇 關於智慧城市的論壇有去討論說 這其實是科技威權主義的 所以其實我認為就是保障隱私權 其實應該是民主國家在智慧城市的整個推動上面 應該要注重的部分 也就是說有科技的層面之外 保障人權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請問市長認同嗎 我們一定會保障市民的隱私 這沒問題 原則我們都同意 只是說你現在講什麼細節 對所以我現在就是要討論一個具體的細節 就是市長這幾年來其實都有在推動 無現金支付這件事情 而且您在這個媒體上面都一直有提到說 希望台北市未來要消滅現金跟零用 零錢的這個政策 那這邊我就要必須要提醒市長 一個蠻重要的事情 就是跟我剛剛講的 所謂智慧城市有關係的這樣的一個論述 我們從各國的這個例子來看 其實在丹麥他的央行就已經有說到 他有說到說丹麥其實他確實現金支付這件事情 有越來越少 但是他要保障人民有選擇現金的自由權 在瑞典的部分也是一樣 這也是央行說的 就是說現金服務是一個合理的 合理的期望值 所以呢應該確保現金不會從瑞典消失 那第三個挪威他甚至有訂相關的法律 他在金融契約暨金融轉讓法的第38條 他特別有規定 在所有情況下面消費者都要以法定獲地 必有這個權利來支付受款人 那第四個就連市長常常講到的上海 中國的部分 其實上海有推動蠻大層面的行動支付 那有些商家甚至在店門口 就直接貼上說拒絕現金 這個收受現金這樣子的一個標 標章在他的店裡面 那導致說呢 其實中國的央行他在2018年就有說 拒絕現金的這樣的行為 其實是損害人民幣的法定貨幣地位 任何商家和個人都 如果有出現這樣拒收現金的行為的話 是違法的 應該要改正不然會被處罰 這是中國的部分 那在台灣其實也有相關的法令 就是央行的 這個第13條 中央銀行法第13條規定 新台幣對於境內一切支付具有法常效力 也就是說在原則上面 商家和個人都沒辦法拒收現金這樣的行為 所以也就是說市長的這個現金給付 無現金支付的這個政策 我認為是有必要調整的 也就是說現金跟零用錢 零用金 零錢是沒有辦法全面消滅的 因為這不只是違反法律的問題 還包含了智慧城市的範疇裡面 所謂的保障隱私權的問題 所以在這次的施政報告 我跟市長說明一下 其實我有看到我們在推動所謂的 校園無現金給付 無現金的這個政策裡面呢 有提到 就是販賣機的販賣裡面 我發現那個機器 其實是完全沒有辦法用零錢支付的 只能用悠遊卡和信用卡 所以呢 我認為這樣子的一個政策底下 其實是完全違反了智慧城市的範疇 跟所謂的我們中央銀行法的 那在這個部分 我希望市長能夠 承諾我兩件事情啊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確保民眾在現金給付的這個權利 我們要確保他們 不能讓他處在一個 完全沒有辦法用現金支付的環境 包含學生 包含市場 包含夜市 都應該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那第二個來說 就是 我們要確保個資只能被個人使用 以學校來說的話 就是你不能把學生的消費紀錄 主動寄給家長 或者是提供給家長 我認為這是違反隱私權的喔 所以市長能不能承諾我這兩件事情 你說要確保每一個機器要可以用 目前的那個 無現金給付的販賣機 是沒有辦法用現金給付的喔 等一下 局長那個 因為沒有時間 不好意思 所以我只是想要確認 就是在未來的這個政策推動方向 市長應該要保障民眾使用現金的權利 第二個要保障個資是給個人使用的 這個市長是不是能夠承諾 這一條齁我們帶回去研究一下 因為當時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們那個悠遊卡 我們就說 如果你要做不怕人家知道就用記名的 你要做那個怕人家知道 你可以用不記名的 因為悠遊卡還是要不記名的 所以就是應該要在這底下 同時要可以投幣 現在沒辦法投幣 我的意思是說 你就先弄一個不記名的悠遊卡來刷就好了 當然可以 但是同時也要讓他可以用現金給付啊 這是兩個方向 一個是保障個資 一個是 一個是要用現金給付 這樣好了 這個是大題目 因為我們現在很認真的在推無現金政策 對 我這就是要提醒市長的 不管是從各國智慧城市的範疇 或是從法律的層面來看的話 保障一個人民他使用現金給付 是基本的這個權利喔 最後我要提醒市長 其實齁 這是一個世界趨勢啦 就是市長常常覺得說 智慧 這個智慧城市 科技的便利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必須要提醒市長 這是兩個層面的事情 第一個是 我們要可以便利的使用科技 但是第二個部分 我們要保障人 不被科技干擾的權利 這是目前所有智慧城市 在討論 所謂智慧城市運用的這個趨勢 所以希望市長能夠調整一下 所謂的消滅現金跟零用 零錢這件事情是不可行的 應該要同時併存 謝謝市長 這個市長能夠承諾嗎 拜託齁 謝謝 因為我時間不夠了 拜託市長齁 謝謝 因為我們每個月都有財經小組 這一題要列入財經小組的討論題目 好 謝謝 我們去討論 好 市長 兩分半鐘簡單問喔 欸 市長 你知道我上次在總質詢的時候 已經有問過 大巨帶我們這個 舊肖東路跟光復南路的 路行改善工程 請問這一筆錢是誰出的 市長 我在總質詢的時候有問過 市長你清楚嗎 市長請回答 市長 總質詢的時候 所有的局處長在你旁邊 你應該要知道這筆錢是誰出的 發議員是遠雄建設支付 遠雄做支付吧 那市長你知道 在台北市政府 跟遠雄簽的大巨蛋契約裡面 裡面有提到 合約裡面第三條 3.3條 甲方之承諾3.3這2的事項 裡面是有提到說 這個路行改善工程 是由台北市政府來負責的 但是 局長現在是說 現在是經過101年的相關會議決議 由遠雄來處理嘛 對不對 好 那沒關係 現在呢 我這個有跟法務局 跟體育局要的資料 體育局確實就跟我說 這個工程就由遠雄來辦理 所以台北市政府 並沒有編列這個工程經費 上一次交通局長也有回答我 好 那我上一次總質詢的時候 我有問過 我們法務局的原局長 請問 如果我們現在把這個經費 或者是把這個工程 直接由遠雄來處理的話 那是不是台北市政府 有可能有違約的 有違約之餘啦 所以上一次局長說 要回去討論 局長直接這邊 法務局直接回我說 改善工程完軍之後 本府應當別列 預算之印 我想請問 這是不是在剝奪 台北市議會的 預算審查權 因為這邊只是 如果遠雄他做這個工程 他花了一億元 請問市政府變了一億元 市議會就要通過一億元嗎 否則如果我們只給了五千萬 那剩下來的五千萬 這跟台北市政府跟遠雄之間 會不會有違約問題 因為兩件事 第一件事七月裡面 旅約該旅約方旅約責任 這是清楚的 該旅約的就旅約 第二 議會對於相關預算 有審查權 該怎麼審就怎麼審 這也沒有問題 所以這筆預算 之後會怎麼編譯 會怎麼支印 他們怎麼談 上次我有跟議員回答 就兩兆之間的法律關係 到底他們是為什麼 由遠雄先進行 市長我請問一下 這個契約到底 接下來台北市政府會怎麼 遠雄變多少 台北市政府變多少嗎 市長不會高的 陷阱 但這輪廢 也不是想理解 我們不用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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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ピー號錢都不用護手 他也不是受驚き 好 他也不是受驚き 好 第四次